在包子金的侄旅案裏有所謂的仇富 我覺得香港的仇富挺搞笑的 就是仇視那些極有錢的人 但自己又想做有錢人 老實說 仇富有合理的一面 合理的一面也有很多 何德何能是要這麼有錢 你這麼有錢後 為什麼還要吃得還要拿 法律特別癱瘋你 又吃又溺又抽水 但大部份仇富的香港人有很多 其實是市貴 憎人富貴 厭人窮 他罵完有錢人仆街之後 他見到窮人就踩他 所以對於香港仇富作為社會現象 是要作多層次的分析 有不同的界分才行 你剛才說過會不會很大程度上 香港那種仇富是一種很民粹的表現 就是一方面他不會想到 香港現在 為什麼某些人這麼有錢 背後會不會是政府的政策傾斜 會不會是政治勢力的關係 而令到他們不單有錢 甚至是有這麼大影響力之餘 甚至可能在前台詞裡 甚至我們會說香港人都希望將來成為家誠 或將來成為其中一個有錢人 希望和他們一樣呼風喚雨 或者是隻手車 你說回仇富的問題就很清楚了 在包子甘這件事上 包子甘侄女這件事上 很多人就說你有錢大了嗎 你家族很顯赫大了嗎 為什麼要法官就你 律政署和警方就就你 鏗鏘又來 一說到新巴掌罷工又反過來 很多市民就說 你為什麼要這樣 欠這麼少錢 你為什麼要煩到我 你罷工又幹什麼 他又看不到 鄭家純何德何能 他又會無緣無故有這樣的獸仔 福六壽 會有這麼多錢 為什麼又會 他爸爸可以有這麼多錢呢 為什麼他可以 憑著財力可以 買了中巴來做 又買了城巴來做 變成一個交通巨子 新創建 除了港鐵不是他做之外 已經壟斷得很厲害了 這個杜倫 村巴、綠巴 全部都做了 除了九巴和 我想除了紅色車子 紅色車子 很簡單 有人又不會說 為什麼曾蔭培 做警務處長 又是特首的兒子 不是特首的兄弟 又可以在這裡賺幾百萬年薪 而加了菠蘿巴這麼多錢 給司機又不適合呢 所以我覺得香港人是 其實你不可以說民粹 而是很市賄 市賄 會自私 任何的價值觀念都是說 有沒有傻 做不做到 有沒有水抽 先抽 有得做 有沒有傻 有沒有著數 如果有著數的話 做不做得到 或者是 以財取 以錢取人 真人富貴 以社會地話 真人富貴 以貧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一方面是 看到社會上 極之不公平的東西 從傳媒說出來之後 有所謂仇富的情緒 但是在工人和勞工受到這麼殘酷的剝削下 去做一個抗爭 又覺得是不對勞工不對 甚至是阻礙上班 或者要我早犧牲上班等等 如果禮拜天跟文建連去旅行前 覺得7時3時就要去到那裏等 過時不後 我覺得 如果你覺得 你起床一個禮拜早點都覺得 是不應該的 那沒辦法 第二個問題就是 我看到另一個就是氣種 以前摩種 現在叫氣車 摩托車 氣種 我以為是廢氣種 氣種就是這樣 他說 爭 一個幾號一天 你為何繼續搞 你是不是搞亂香港 你是不是故意搞亂香港 第一 他說不懂事實 差一個幾號固然 但是 辛巴現在爭取的是 合約工的待遇 和長工看齊 這是工人運動的其中一個 最重要的目標 氣種搞什麼 黃國卿平時就扮正義 這個潘沛球 又扮正義 你搞什麼 你說什麼說話說得出嗎 你預用工會 官方工會 很簡單 第一他不符合事實 他製造 他自己 覺得工人分幾等 這個已經是離譜 是的 第二就是 如果你說要豪 就是說不要爭那個銀錢 當然是那個有錢人豪給 窮人 有什麼窮人豪給有錢人 有病 所以他永遠都是這樣的 他在飛融那裏就是這樣 是窮人豪給有錢人 四百元你豪給我 你菲律賓女傭豪四百元 然後給香港人 這是什麼工會 是不是工會 是不是 還是扮工會 說什麼擁護中國共產黨 因為共產黨已經變了 你不可恥 你知道嗎 這些人說了出來 現在整件事就是這樣 民主黨不出聲 公民黨不知道會不會出聲 民協也不出聲 只剩下街工 公盟和社民也不出聲 當然有其他團體 我講政黨來說 好像避之側吉 這個民主黨在說什麼 又說 劉卿還說 搞八黨聯盟 抑抑市民 現在他有沒有態度 他是不是想叫八黨聯盟 對立新巴工會 即是工會抗爭 是不是 在說什麼 劉卿說 哎呀 我們爭取政治改革 我們在政制改革 拿到一個妥協向前下 不單只是這樣 我們要用八黨聯盟的方式 來幫香港人 他去了哪裡 香港人打擊這個巴士司機 不是 是嗎 你在這樣的角力下 公會運動 公會運動 公共事業的司機受到這樣的壓制下 民主黨竟然封口 我想很大程度 很多人都不知道 就是說 你給巴士司機加人工 即是說要加車資 加這一個車錢 又不需要 但很多時候 你有沒有發現 就是說 其實究竟 所謂加這一個車資 加這一個車費 這是很簡單的解釋 很簡單 他經常說謊 因為 這個巴士公司加車費 只要他的資本 那個不停地投資 增加的那種資本投資額 就可以 要求加價了 所以 人工的上升 第一 不構成 這個 他的資本投資 上升的最主要部份 是不是 第二 他軟過買車都可以 他做錯事都可以加價 軟開路線 所以這個香港人就是 聽我說的 那些政黨又 不出來說 你很簡單 在香港的很大行業 就是很多行業裏面 到底是不是人工的支出 是資本構成的主要部份 未必 一項一項 我實說 在服務業裏面 可能有某些 因為服務業人力是很重要的 這個是事實 但是 其他的資本投資 那個構成 譬如說不變資本的構成 可變資本 不變資本是甚麼 就是投了進去 那些機器 原料 廠房 那些是 和這個可變資本 即是人工 之間的構成 有沒有研究 第二 合約工是否合理 沒有人說的 沒有人說的 我8月6日就寄了一封信給他 就問他 這個新創建交通集團 找他旗下的其他巴士公司去頂 問新巴士公司的車長開車 行不行 有沒有違反到這個安全的規定 因為他們不熟悉路線 還有問他 如果這樣的時候 司機有沒有保險 乘客有沒有保險 第三者有沒有保險 問了這麼多天 8月6日 今天8月10日 沒那麼回答 今天宗宗人說 是一小串人搞出來的 希望要大家克制 那些人叫人克制 那些人說是小人搞 你想怎樣 不分明是替司本家說話 問他那些他不會回答 那些人可不可恥 那些人可不可恥 那各位 向了網時間到這裏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還有一件事 在我再見之前 也很感謝各位 在電視機、螢幕 甚至有些聽著我們聲音 看這個節目的朋友 我們已經做了超過一年 也很感謝各位一年以來 對我們的關顧、批評 又或者是對我們的支持 我們無論將來有甚麼變化 都繼續向左看 是不是陳茂 好 就這樣說 好 拜拜